萬一福島核電廠輻射到香港 甚至內地核電廠出事 港人可以怎麼辦呢? 看回政府網站 負責應變的保安局 早就已經制定了應急措施 包括即時成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應變架構 又會嚴密監測進口食品和貨物的輻射水平 甚至暫停由廣東輸入食水 不過看真點 政府的所謂應急計劃 原來都是假設核事故都是輕微 市民可以做的就是留意電台和電視台公佈的防護措施 山雨欲來 現在日本正正出現核危機 保安局就說 日本已經為曾經進出福島核電廠封鎖範圍的人檢查身體 港府暫時沒有需要主動為日本抵港的旅客檢查輻射 在東京其他地方 我們看到現在它的輻射程度 完全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看不到現時 今天 在這個時刻 有這樣的需要 作出這個全面 或者是偷片 但是 如果 真是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的機制 是準備就水的 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廣浩就說 從工程學的角度 核電廠釋放的輻射每5公里就會被稀釋至3萬分之一 香港應該不受污染 但是理論還理論 想自救可以怎樣做呢 有藥劑師說 服用典化甲的藥丸 也就是俗稱的典片 可以預防輻射對人體的影響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盡快可以進食到一些瘋的藥丸 我們現在有一些叫瘋化甲的藥丸 吃了之後 我們在身體裡面就競爭了 吸了一些好的 即是沒有受到污染 沒有放射性的瘋 吸了在這裡 就黏在這個位置 再有一些放射性的瘋 就進不來 因為已經押住了 就唯有好像正常 我們的大小異變就排出了 於是可以保護我們的甲藏線 不過蘇耀華說 醫院的典片存放不多 好像瑪麗醫院一樣 就只有這幾盒 他退算 港府沒有預計 核事故可能在香港發生 至於同樣含豐富典的紫菜 又有沒有用呢 蘇耀華說 沒有科學根據顯示 紫菜可以保護身體 免受腹射影響 食得多反而會引致大頸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